好,這一場議程時間為45分鐘到10點45分 那我在10點40分的時候會再稍微提醒一下講者 那大家在全程請把手機靜音 以免影響到議程的進行 然後如果真的零時要出入的話 麻煩從後面的門進出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這個 我們主要從事區塊鏈與加密貨幣的主講者 歐敏維 來跟我們分享我們今天的主題 從Memory Model角度來探討Linux Kernel在Concurrency的行為 讓我們掌聲歡迎講者,謝謝 大家好 看到這麼多人有點緊張 我找一下流氧器,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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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大家看得清楚 我今天要講的是我們從Memory Model的角度來探討Linus Kernel在Concurrency的行為 我會先從這三個主題來講 等一下我會先從它的Out of Order Reordering的一些行為 然後講到Memory Model 我會試著用這些實驗來理解它有沒有Atomic的差別 然後還會用到Memory Barrier 最後我們會看到Linus Kernel在Concurrency是怎麼支援的 例如4.3版才出來的Memory Barrier 那為什麼會用到Reordering呢 其實是這樣 我們從Am的一個工程師在艾丁堡的一個演講 我們看到他舉出一個範例 那我們看一下 這樣應該還可以錯 抽我著看清楚 好 那我接著說 那我們這邊看到這個A B C D 他其實我們這樣看他的Program Order 會覺得在怎麼樣B也不會在A的前面執行 但是事實上他在執行的時候 他有可能會發生 發生Fu跟Bar都是0的情況 好 那我們經過實驗 其實他跑100萬次之後 大概會出現兩次 這是有加Memory Barrier的情況 那如果沒有加的話 大概100萬次裡面也會出現個幾千次 這個數據代表著 如果我們平常做測試的時候 只測了幾萬次幾十萬次 可能不會測到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會用到這個Memory Barrier 那為什麼他會需要做一個Reordering 是因為 為什麼我們要探討Reordering 他表面上看起來很難直接聯想到 他跟Linus Kernel的關係 但其實他是有原因的 首先 他在Reordering的時候有分兩個層級 一個是他把Source Core轉成Assembly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Reordering 那這個不是我們這個主題要探討的 我們這個主題探討的是CPU 對於Assembly他在執行的時候 會做的Reordering 那有了這個Reordering 他會讓這個效能編好 那這個原因我等一下下一章會說 那也就是說 通過Reordering他的結果 不一定是100%正確的 那為什麼特別強調100%正確呢 因為一般在做測試的時候 可能也就如剛剛所說的 測個幾萬次之後 會覺得這是正確的 其實當他跑了100萬次之後 可能就會發現 他不是正確的 然後 Memory Barrier是用來控制Reordering的行為 在不同的CPU 他會有不同程度的 不同程度的支援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講到 好 那 當然Linus Kernel 對於 Memory Order跟Memory Barrier的支援 所以等一下我們也會講到 那為什麼他的執行順序 會跟我們預期的不一樣 這個 怎麼會跟效能有關係呢 是因為這樣子的 我想應該 我猜 應該 之前上 電腦計算機概論的時候 應該有講到 In Order跟Out of Order 這個 我之前有點忘記了 所以後來我去拿出來 再重新再看一次 那 如果是兩個Instruction的話 它其實 如果是In Order的話 它可能要跑 八個Cycle才能夠把 這兩個Instruction跑完 但是如果是Out of Order的話 它可以在五個Cycle之內就跑完 然後 於是問題就來了 如果 它在跑 Write1的時候 它在跑Execute2的時候 這個Write1 還沒有執行 然後 這個Execute2 它又依賴這個Write1的結果 那它的結果是不是就不會 就會不正確 那這樣子的情況 它不見得這麼容易測到 所以 我們等一下也會講到一個 一個 Linux Kernel在測試 在檢驗Memory Model的一個工具 那就是這一個 我想請問一下 有試過用這個工具的 可以麻煩舉一下手 讓我看一下嗎 謝謝 那其實這個是 法國的一家 一間大學 一間研究所 他們開發出來的 它用來檢驗Memory Model的時候 它其實是會產生 不同CPU的C的Source Code 然後在不同的CPU下面跑 所以 目前我先測試它在Arm底下跑的結果 那 我剛說那個植型產生 Source Code那個是Dittimus 然後這個DIY是它用來產生 這個Dittimus的測試的工具 那這個Arm 是 是一個Web介面的 它不會模擬到Atomic Appulation 所以 如果我們想模擬出 如果我們想跳過 模擬Atomic Appulation的時候 用這個 它是可以模擬出順序這件事情 但是它沒有辦法模擬到Atomic Appulation 那為什麼講到Dittimus 其實是因為 我們在Linux kernel裡面 會看到說它在檢驗一些Memory Model的時候 包括它在檢驗Arm 或者是PowerPC的時候 它會用到Dittimus 然後它也會用到ArmMem 也就是這一套 來做這個檢驗 如果另外有 額外想要檢驗西架架的話 其實還有另外一套 不過這跟這一次的主題 就沒有直接的關係了 好 那Dittimus它是在模擬什麼 它不是在模擬Compiler的Reordering 不是 它是在模擬CPU的Reordering 所以這就是這一次我們要探討的主題 好 那怎麼樣用它來做實驗 就是它其實會先編輯一個Config檔 那這個Config大概長這個樣子 那通過這個 它就會產生出落感一個測試的Case 然後就可以這樣就可以對它做實驗 那我們 這個實驗其實只是帶過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講到比較詳細的實驗 好 剛剛我們那個實驗它就會 產生一個 點C的檔案 那我們這邊看到的 DSBSY的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Memory Barrier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DNB這個Memory Barrier 它的Memory Barrier其實有分DNB DSB跟RSB 那我們這一次只會講到 DNB而已 那我們在看Memory Barrier之前 我們想先看一下Store Buffer 因為有了Store Buffer的概念 我們才會知道 這個Memory Barrier它具體是在 怎麼運作的 在沒有Store Buffer之前 CPU它其實它在 D-Lite D-Lite一些 值的 它其實是寫到Cache裡面 直接叫Cache 那我這邊省略了一個MES-Lite Protocol 因為你想想 當這個Cache裡面的值 當這個Memory裡面的值 在這邊 跟在這邊 它可能不一樣的時候 如果沒有MES-Lite 類似這樣子的機制的Protocol的話 可能某一個值在這邊是1 然後在這邊是2 它的Cache就不一致了 那這個Cache不一致的這個情況 我們這一次不會探討到 那如果有了Store Buffer的話 它在寫的這件事情 它不會一下子就把它寫進去Cache 它會先放在Store Buffer 這個Store Buffer很短 所以如果因為放在Store Buffer 而導致它的寫進去的時間 的值不一樣的這個 概率是很小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在測試的時候 其實不會測到很多這樣子的Case 也就是說 有了Store Buffer 它會讓有一些值 它不見得這麼快的被寫入 所以我們會需要用Memory Barrier 這樣子的機制 來讓它的值寫入之後 再繼續往下執行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圖 它就是在讀的時候 從這邊讀 寫的時候 先寫到Store Buffer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 DNB Data Memory Barrier 那其實 並不是每一個CPU都是叫做DNB 像X86就沒有這個 DNB類似的機制 因為它們的Memory Model不一樣 那不一樣的Memory Model 我們等一下也會講到 好 那這是AMD的官方文件 那其實他們的官方文件有換過 以前叫做 以前都是放在Inform Center 後來都放在Developer.DACAMD裡面 那我這邊是先用它新的 舊的可能之後不見得什麼時候 就沒辦法用了 那我們接著往下說 這長話短說 這意思就是說 DNB之後的intrusion 它不會被reorder輪到DNB之前 那當然 石桌上它還有包括Atomic這件事情 就是當兩顆CPU同時 執行到一個共享的值的時候 這個Atomic 關係到它的讀跟寫的順序 等一下我們也會講到 好 那這個測試的範例是 劍橋大學的 Peter Saywell的 他的網站上面取得的 那之前有寫信問他 可不可以用他的這個Sample 然後他有回信 我也嚇了一跳 那 好 那這個Sample 我們的重點是在這個DNB這邊 這邊 那我們看這邊會想說 我們會用Litimus跟Arm MEN來測的結果 我們會看到測試的結果其實不一樣 那這件事情可能會跟我們的理解 可能會有點誤差 我們可能會想說 用那種測試的結果應該一樣才對 那由於 等一下我們就會講到 為什麼用這兩個測試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好 那這個就是剛剛我們有講過 就稍微再提一下 會用到Litimus 用來檢驗不同的Memory的Ordering 好 那我們用Litimus 實驗的結果是這樣 那我們有看到 這100萬次之後 有兩次 發生了 發生了 X跟Y 都是0的情況 那我們 照我們剛剛的這個範例 我們可能會想說 應該不會發生那種事情 因為 那不就表示 表示它在寫進去 寫到Y之前 1在寫到Y之前 然後就被讀出來了 然後這邊在寫到X之前 它也被讀出來了 那 因為 它有 我們並沒有在這個範例裡面導入Otomic 那為什麼 我們用 ARM-MEM來測試的時候 我們得到的結果是 沒有看到那個 兩個都是0的這個情況 因為它其實 ARM-MEM它並不是真的在一顆CPU上面執行 所以 不一樣是因為 它並不是真的在 在一顆CPU上面執行 所以 沒有 不會在上面模擬到 沒有Otomic的情況 好 那 我們先 回顧一下剛剛的實驗 我們 這個實驗的目的是 要證明什麼事情 我們其實是在證明 DNB之後的intrush 它不會被reordering 什麼是被reordering 就是它不會跑到DNB之前在執行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知道 起碼它的順序 是在DNB之後 跟DNB之前 它不會 它的ProgramModel 不會跟我們預期的不一樣 那在這件事情 在這個基礎上面 Lindemus7跟ARM-MEM 他們測試結果都是正確的 好 接下來我們 我們剛剛實驗的目的就是要說明 Atomic Calculation它的必要性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討論到的是 Atomic Calculation 我們在討論Atomic Calculation的時候 我們會用到ARM的 這兩個指令來討論 那等一下我們講到的也會是 for這兩個 AlingUI x86的CPU的 我們這次就不會討論到 好 我們從這三個角度來 來理解 Atomic Calculation 我們先看這個 互刺 這個互刺的這個問題 然後還有DECK 這個 Eclusive Monitor 第三個這個是ARM的 在別的CPU 它不見得會有 那我就沒有研究別的CPU了 我們這次討論的Mutual Exclusion 它不是 它是在說 Rest Condition的這個問題 它並不是在討論護持所這件事情 所以它可能會跟 可能你維基百科會找到它是一個護持所這件事情 那不是我們這一次討論 當然他們在名字上可能很像 其實他們差不多 它就是我們現在討論的不是護持所這件事情 是這一個題目 那我們等一下會講到Critical Session 的這件事情 那 這個問題它有硬體的解法跟軟體的解法 軟體的解法就是Linus kernel 我們等一下可能會稍微待過 但我們不會講得很仔細 我們這次會講到會在 Atomic 就是硬體的解法 好 那我們講到Decor Oxygen 其實這一個算法 因為它有BZ Weight 就是說它會有一個最低限度在等待 process 離開Critical Session的這個問題 所以它的效率其實不是很好 目前的CPU也沒有在用這一個 沒有在用這個 那我們講到這個主要是透過它來理解 Mutual Exclusion的這個問題 就如剛剛說的它是透過BZ Weight的方式 也就是說一個process如果它已經進入一個 如果它要進入一個Critical Session的時候 這個Critical Session已經有別的process已經進入了 它下一個就沒辦法進入 它就要等待 BZ Weight的問題就如剛剛說的 它有一個最低的限度會等待 那表示什麼呢 表示它會經常發生一個等待的行為 那可能如果在效能不是很重視的情況之下 可能就會讓它等 但是這個也不是我們在討論的 我們主要是討論說 如果是用BZ Weight的話 它在等待的時間會花掉很多時間 所以這個方法我們就暫時不討論 好 那我們講到Exclusive Monitor 這個是Arm提供的 那我們看一下它主要是做什麼事情 它主要就是說它的Exclusive Monitor 它會有兩個狀態 Open跟Exclusive 然後它的Load 它在載入的時候它會把這個狀態改成Exclusive 也就是說它在Store的時候 只有當我的這個狀態已經全部都改成Exclusive的時候 Load才會成功 也就是說如果Load正在進行中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正在有一個Load的動作 正在進行中的時候 我要把這個子改變 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那這件事情就是它的Atomic 也就是說不會發生說我這個子寫到一半 還沒寫完 還沒寫完的時候這個子就被別人拿走 它就會拿到舊的子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有其中一個還沒有把狀態改成Exclusive的話 這個寫入就不會成功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範例 我們就會發覺我們這個範例它其實沒有用到Atomic 就是它為什麼會發生 為什麼會發生在我們預期之外的 在我們預期之外的那個 R1 兩顆CPU的R1 同時都等於0的情況 也就是說當我第十行在執行的時候 當我第十行在執行的時候 然後我還沒有把子寫入的時候 然後我還沒有把子寫入的時候 第十行就已經執行了 於是我們就得到R1 都是0的這個不正確的結果 好 那我們回顧我們一開始講到這個 他們的工程師提到這個範例 我們想一想R1跟Read1這兩個Micro 這兩個Micro它是Atomic的嗎 這個問題我沒有去做這個實驗 所以我不是很確定 那我會再把它更新到我的共筆裡面 是喔 謝謝 那我們看 什麼是Memory Model 好 我們先 我們會探討 Intel 64跟Arm的Memory Model 什麼地方不一樣 Intel的Memory Model它有八條規則 那我們舉出其中一條規則 這條規則就是說 這條規則跟我們剛剛討論的翻例很接近 就是說它的這個Long 這M2 它有可能會在M1之前執行 也就是說M4 它也可能在M3之前執行 換句話說 它的R1跟R2 都是0的這個情況 它是有可能發生的 那這件事情 就讓我們會有用到Memory Barrier的情況 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因為這不見得是我們想要的結果 我們剛剛講的X6它其實是一個Straw Memory Model 對比等一下我們會提到的Arm的Week Weekly的Memory Model 它有些地方不一樣 那我們舉這個例子是要看它的Straw Memory Model的情況 也就是說Straw跟這個Long 它不會被Reorder 也就是說這個M2 它不會跑到M1前面來執行 這個M4 它也不會跑到M3前面來執行 所以 這是它八條規則的其中一條 那它還有另外六條規則 我就不在這邊 不在這邊再重新再說 那有興趣的可以看這份文件 那我們接下來用Arm V8來說明 Wikly的Memory Model 這個Wikly Model它其實它表示 它的順序 就不會像剛剛的這個限制這麼多 換句話說它的Memory Barrier 就提供了更多的 更多的控制 讓你可以去控制它的順序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用Memory Barrier 它什麼順序都可能發生 因為它不是Necessary 它對Memory的Access 就沒有一個被禁止的行為 它什麼順序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因為它不是Necessary 那我們就會講到 好 那我們 接下來我們說Lindus kernel 它在Concurrency上面的 一些資源的程度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會先提到 就會開始講到Memory Barrier 那 各位Memory Barrier 這份文件是最近發現 它在Beliru ISO裡面 所以我想它很有參考價值 尤其是它是RCU的發明人 Paul E. 麥康尼他寫的 那這份文件它有提到 對Memory Barrier的一些 一些誤會 因為其實Memory Barrier 它並不是用來讓整個效能變得更快的 相較之下 它可能會讓效能變得有點慢 然後它也不是在確保 所有的紙都是寫到主記憶體的 因為它 它所寫到的那個地方 有可能是Catch 有可能是Store Buffer 有可能是Io的MMIO 所以它並不是完全針對主記憶體的 也就是說 那也並不是說你加了一個Memory Barrier 它就從不對的變成對的 也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在用Memory Barrier之前 還是要對它比較深入的聊天 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Topic 那剛剛看到這三點 其實從它的文件裡面揭露出來的 對Memory Barrier的一些過度的期待 就是Memory Barrier並不是直接可以解決 剛剛說的這些問題 這個 這是目前的Reference 在寫這邊的時候 其實有碰到很多的問題 其實都會去找教授來提供一些指導 所以我是有去找成大的JSF教授來請教他一些問題 所以也是很謝謝他播時間指導我這樣 今天的講得到這邊 那各位有什麼問題 可以發文 如果我講不出來的話 我會把它寫到共筆裡面 然後 可以讓大家去看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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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跑Litmos的環境是什麼 我跑Litmos的環境是在Linux下面跑的 我在我的電腦是裝盧邦圖上面跑的 其實我後來沒有裝起來 所以我是登錄到Jeserf教授的電腦去用他的環境來跑的 不過他那個環境我有點忘記了 不過也是Linux的 我是說底下的機器是AM的CPU嗎 他們有CPU 那還有 不好意思我想問就是假如說只跑在一顆CPU上面的話 那instruction還會有ordering的問題嗎 例如說像剛剛說可能 發生的問題會不會一樣會發生 只有一顆CPU 然後有測過嗎 謝謝 如果只在一顆CPU上面跑的話 我是沒有測過 不過因為我沒有測過 所以我沒有辦法肯定的回答你 不過如果是以memory barrier來說的話 他如果發生reordering 他就算不在同一顆CPU上面 他那個值也不見得是正確的 但是我沒有做過這個實驗 我會再把這個實驗放進去共筆裡面 很高 kin 那我想問一下你剛剛有提到那個StoreBuffer 如果用StoreBubble,它不會有Coherence的問題 Coherence的問題,這件事情我還沒有做過這個實驗 不過你說的是StoreBubble它的Coherence的問題 就我的理解,Coherence的問題應該是發生在Catch裡面 如果是StoreBubble的Coherence的問題,這個我再研究一下 謝謝 其實我有點壓抑,會看到這麼多人,我有點緊張 一開始怎麼會想要研究MemeModel的問題呢? 因為業餘愛好就是和一些比較底層的東西 所以就看到這個 一方面也是因為這個教授剛好有跟我討論到MemoryModel的這件事情 那我就想用這個做題目來講講看 你好,我想請問一下,Holo,Holo,那個跑100萬次大概要多久啊? 你那個測試平台可不可以把CPU型號那種,或者是開發板寫一下嗎? 因為就是寫CPU0,CPU1,好像不太清楚這樣 好,我再把它補上去,那個是按V8,我再把細節補上去 然後100萬次大概跑幾十秒而已 好像十幾秒而已就跑完 因為它不是,它跑的是,它跑的只有讀跟寫而已 所以它不會跑很久,十幾秒就跑完 那你每次都可以補出這個結果嗎? 如果是,當然每次結果會略有不同,不會都一樣 但是如果有用Data Memory的話 有用Memory Barrier的話 它會呈現出比較相對於 如果我用Memory Barrier,跟沒有Memory Barrier 它雖然都會有這個Reordering的結果 就是都會發生兩個CPU都是影的狀況 但是如果有Memory Barrier的話 它的確是少到剩下個位數 那也就是說它就是把問題容縮到還要再導入Atomic 那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用Memory Barrier的話 它其實在順序這件事情上面就可以跑出上千筆 就是上千筆Reordering後的結果 會 掌聲您好,請問一下就是您剛講的DNB 請問有做過像跟Compiler 就應該說DNB跟Compiler的Uptimization會有相關嗎? 就例如說我做個Uptimization會不會DNB這個就失效了? 應該就知道應該是不會吧 應該是Hawai這邊做嘛 DNB的部分 不好意思,您是說DNB的... 就是會不會受Compiler的GC顯像的影響 不好意思,您是說用了DNB Barrier之後 是不是會讓CPU的Uptimization受影響的意思嗎? 還是說我誤會你的... 你如果說減O1或減O2 那DNB的這個行為會改變嗎? 如果是減O1減O2的話 我之前有實驗過 減O1減O2指的應該是它產生Assembly的這個過程 至於它產生Assembly的這個過程 它會不會產生出足以影響到它的... 足夠去影響CPU的Uptimization 我沒有做過這個實驗 但是我實驗過的減O1跟減O2 產生出來的Assembly 當然是會不一樣 不過這樣Uptimization是有分Compiler做的跟CPU做的 但是我沒有對這件事情做具體的實驗 做更系的實驗 謝謝謝謝 我會再把這件事情補在公平裡面 剛剛那個問題 如果用C11的StDAtomics.h 那樣子的話 Compiler的Optimization就會知道說你要用Atomic Operation 所以Compiler插DNB的時候 它的Optimization就會... 基本上如果那個情況下Optimization還錯 就是CompilerBub這樣子 那如果我們寫InlineAssembly的話 就要自己take care了 DisableOptimization 所以還是CC加加語言會建議你用 Standard Library裡面的Atomic Operations 那就是C11的那個MemoryModel AquireReleaseSpace的那個 謝謝 那...請問大家還有問題嗎? 那...沒有的話... 那...沒有的話... 好...這邊 我們就掌聲謝謝講者 那...麻煩講者我們拍檔照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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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